古巴领导人鲍尔·卡斯特罗 星期三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访问的目的是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增进双边关系 鲍尔·卡斯特罗计划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 两位领导人将参加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 中国两国的2010年的贸易额 从2004年的5亿9千万美元上升到了18亿美元 鲍尔·卡斯特罗定于结束访问中国之后 前往越南河内访问